BA.5已经正式蔓延进入大都市 指挥中心公布台北出现两例本土BA.5个案 这两例都没出国时和接触时 让指挥中心戒胜恐惧 第一名30多岁男性7月24号发烧 就医裁剪阳性CT值21确定感染BA.5 另一名30多岁女性7月23号发烧 隔天症状持续裁剪阳性CT值19病毒量高 两例个案都在台北市目前感染源不明 考量要住院的状况就有做PCR 那因为这一家医院也刚好是我们合约实验室 确实应该是有一个小比例的 这个BA.5的这个社区感染的情形存在 这两例BA.5本土个案互无关联 其中男性个案一名同住家人 曾接送个案就医 结果裁剪阳性 女性BA.5个案职场一名同事裁剪阳性 两例个案各有一名接触者阳性 但接触者的基因定序尚未出炉 是否演变成家庭或职场群聚 真的挫泪蛋 而高雄造船厂BA.5指标个案 剩余两名职场接触者 一人病毒量低无法定序 另一人确定是感染BA.2 造船厂确诊员工均未验出BA.5 证实疫情并未外扩 不过指揮中心调查 7月已检验148件 七周四件感染BA.5 研判国内BA.5占比达2% 他们的这个基因序列事实上都不同 可能有导致来源传染链不明的 一个境内的散发式的这种发生 社区里面应该有不少的地方 都有一些BA.5的病毒跟个案 只是他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快速的传播而已 不只BA.5边境又拦截到BA.2.75个案 一名40多岁男性从泰国入境裁剪阴阴性 没想到驻防疫旅馆第三天出现头痛症状 PCR阳性CT值13.4 目前已经解割 境外病毒在社区多点爆发 随着入境人数增加 疫情恐逐渐升温 全民防疫严正以待 就张正美洋翔与SNG台北采访报道 请上这个梦梦水 孤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传酸调节情绪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